这个广东饭好吃啊 过去听说一个说法叫做 吃在广州没有深刻的体会 这次到广州来 因为除了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之外 我就没别的事 所以呢 就在朋友的引荐之下 下馆子吃了一些有特色的东西 好吃 吃在广州我信了 那小点心做的真是啊 人老了之后怎么嘴馋了 我到广州吃的小点 吃的特别舒服 还有那个海鲜的做法 青菜做法 真是一个仙子 吃多了 不好意思 我没出去 昨天晚上我就出去吃了两遍 就两个饭局 这边把你拖过去 那边你不去还不行 说你不去 你怎么能不来呢 我就起了幼稚 不吃不吃 拿起筷子来 老话说三年爱饿 一辈子贪吃 我从小吃爱饿的 所以呢 我就不吃不吃 这个尝尝 那个尝尝 我旁边一位先生老朋友 在北京就叫手气 然后他说你看你看 这个小鱼得吃 会吃的吃小鱼 不会吃的吃大鱼 这个东西你得吃 吃多了 吃的有点咸 半夜起来上厕所 半夜撒尿 吓了一跳 人现在都有毛病 我反正是现在得了比较重的毛病 叫严重手机依赖综合症 或老年男子手机依赖综合症 半夜起来 我把小鱼打个看 撩了一手机 我一看 哇 华春莹 我再往下看 我就盯着手机屏幕 我发现这手机八车换新的了 你说谁没有点见不到人的事 或者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事 都在手机里 这手机要是叫别人给直接把页面 把内容全给倒了去 这真麻烦大了吧 华春莹 署名华春莹 有一组揭露大美丽国监控全世界的照片 好多事啊 蛮新鲜的 哇 这些内容 我怎么也想不到 居然能够跟我使用的华文mate40勾连起来 华春莹是谁 华春莹 外交部 现在人家是部长助理 新闻发言人角色依然不变 他揭露了一长串 有个名单 清单 有的是大家熟悉的 有的是蛮新鲜的 就美国人的监控啊 可不是像我们平常知道那点 比方说 冷静门你知道吧 网络攻击你知道吧 电缆切密你知道吧 什么飞机抵禁侦查 拿个什么什么东西扔到海里面监控 这你都知道 甚至包括呢 什么什么 飞马软件监控 包括德国默克尔大妈在内的欧洲政要 这些事你都知道 但是呢 华春莹昨天这个东西 我半夜起来一看 哇有好多新鲜的 新料猛料 您听过脏盒吗 肮脏的脏 盒子的盒 脏盒 新鲜吧 美国国安局在无边界卸人计划 注意啊 这也是个专用名词 无边界卸人计划 一系列项目当中 开发并且使用脏盒 这个脏盒干嘛的呢 用于模拟移动电话基站信号 然后直接窃取电话数据 知道吧 所以我们理论上来说 每个电话他都可以窃取 还有一个怒脚计划 愤怒的怒 脚落的脚 怒脚计划 还有一个强健计划 我怎么都没听过呀 真新鲜 美国发起怒脚计划 强健计划干嘛呢 比方我现在使用华为Mate40 他把我们的手机当中植入间谍软件 有没有可能植入 我不知道 看了这期节目之后呢 各位大拿 各位大家 各位技术专长朋友 你给我们讲讲 就咱们现在使用这个手机 你安卓系统 他有没有可能给你植入间谍软件 反正华春莹的这个文章里面讲 美国人干的是个强健计划 怒脚计划 直接侵入到雅虎 谷歌服务器 获取上一条私人信息 你说我怎么可能不盯着我自己手机看 我看着我自己的华为Mate40 我就在想啊 我的手机会不会他们植入什么怒角啊 要真这样 这手机你说我说把它摔在马路牙子上 还是拿块石头 蹭了他呀 还有一个概念 我看了半天没懂 什么叫克里普托AG 查了半天 瑞士加密设备供应商 这名字太陌生了 但是据华春莹讲 这个设备每天都盯着咱们看 美国中情局利用这个克里普托AG秘密操控队包括中国在内的或者中国首当其冲的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通信情报进行搜集 像我这么嘚瑟的像我这样的经常说点美国帝国主义坏话的 我估计这美国人没准对我的手机华为Mate40感兴趣啊 还有一个概念叫电幕行动 我是第一次听说 陌生啊 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他自个儿运营的黑客组织方程式这家伙厉害对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长达十几年的网络攻击 对西北工大的你知道西北工大的航空航天航海在我们国家绝对领先的这样一个学校 然后呢几千次的攻击不知道是不是这方程式啊就是美国的电幕行动干的 这我不知道因为涉及到更具体的问题了 还有一个就美国对中国开展高空侦查 这大家都知道 华春莹不说我也知道 但是美国把携带侦查设备的高空气球转为民用 专门用于跟踪中国和俄罗斯的超高一速导弹 你知道吗 难怪这个中国的流浪气球 这是个什么事 美国怎么发酵那么厉害 美国气急败坏 F22什么这个F15全都起来了 猛禽战斗机上去之后一通招呼 然后全美国直播打了90分钟才把这东西打下来 中国起过量气球这事 美国干嘛那么气急败坏啊 不太正常啊 生活当中大家有一个发现没有 如果一个人你说一个 很小的事根本不知道你做出那么强烈的反应 他的反应失当 可能就是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戳到他废管子上了 比如说你跟美国人说话 聊别的都正常 你说 苏联解体之后 俄乌边境上你们建那么多的生化实验室 干嘛用 你看他反应 同样 两个人他男女朋友 你突然问到他 前任一二三四五 你问三遍 你看找抽不找抽 对 一个道理啊 戳到废管子上了 戳到废管子上了 那为什么现在华晨莹要发这个东西来说 因为你造谣中国呀 谁是世界上最大监控国 谁有习惯 升哥买业第二脚不穿鞋 然后呢 趴到别人玻璃窗上来偷窃 拿个小维尔往里放 对吧 美国呀 美国为什么都跟华为过不去 因为华为这个技术 如果呢 人家采用了之后 好比是华为提供了一个最好的防盗门 小偷就气急败坏 道理就在这 所以现在不仅是中国的有关方面 有国家军事机密啊 啊 经济安全的这方面的部门 要扎紧篱笆 防止美国人进来 咱们老百姓也得提高警惕啊 你动不动的手机里边就有人 把这页面直弄过去 你再改我个银行密码 兜里五万块钱没有了 这这多大个事啊 是吧 所以这个话题呢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不懂 华春莹讲了这个东西 我还看着这愣好多名词都是新的 拜请各位指教一下我 您在哈尔文留言啊 讲讲 咱们有点防不胜防的感觉啊 老百姓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 美国现在惦记中国 中国什么事儿 他怕垃圾箱来 然后拿出一张纸 每张纸他拿过来 稳稳然后秀一秀 放大回去以后呢 美国人对中国现在 这种状态 你碰上这种人怎么办 不怕贼偷怕贼惦记 那怎么办 那你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谢谢华春莹 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信息 我还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信息 愿闻其详 感谢收看 再见